与此同时 卫生部校五点汇报 在24小时之内 全国再新增156宗确诊病例 三名患者丧命 目前累计的死亡人数攀升到了37人 而持续了三位数的病例增长 也将我国的累计病例 推高到了2626宗的水平 不过值得欣慰的是 在前线医护人员的努力之下 创下单日最多患者康复的记录 共有91人痊愈出院 卫生总监诺西山通报 目前有94人在加护病房留医 其中62人需要呼吸辅助器 为了提高抗疫效率 国内可提供检测服务的医院 从57所增加到了70所 至于可提供治疗的定点医院 随着武装部队和一些国立大学 附属医院也投入支援 定点医院的数量也因此 增加到了70所 决定区 市报 COMMENT 感谢观看